苗栗的130线道 相信不少人都曾经开车经过过 不过最近这里很不一样 因为花季到来了 现在的栽种在挡土墙上的马鹰丹都盛开了 绵延四公里的这个路段 仿佛是变成了紫色的花道 非常漂亮 紫色马鹰丹开了 花朵虽小量却很大 把整片挡土墙变成花坦般美丽 加上有垂钓效果 远看仿佛成了花瀑布 攀爬的一个层类 它的花期很长 耐安性也很强 种植埋但还有个好处 不会攀爬其他植物 所以也不会影响果树种植 这个比爆炸花要好 这个比爆炸好 爆炸花它会爬树 人家的果檐那边你不能种 民众开车 随着130线道完全上山 紫色花朵遍布 看了就觉得纯意盎然 心情自然也就跟着放轻松 103年的时候 种了200公尺 觉得它的成效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在 之后呢 我们在104年呢 做了4公里 车子继续往上开 就会到江马园 除了因为产浆 有许多不同用浆 做成的美食 小点心外 最不能错过的 就是午后多云多雾 也成了观赏云海的好地方 远眺 看似奔腾的云海和高山 组成绝妙美景 让人赞叹 明镜新闻 邱俊超 有的报道